朋友他还没有信耶稣的,他叫蔡顺阳,他本身是一个肝癌和肺癌的患者 就是在14号,如果没有做星期四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说,这个有个人他还没有信耶稣的,可是他现在在ICU很危险,在一个往来的医院里面很紧急 因为那个肝癌和肺癌受影响,严重缺水,如果他这样几分钟就去世了 然后我就赶快的抵达那个现场,就为他祷告,他还在旁边 我说,我们啊,交给上帝,全世界没有一个神,应许是医治的,但是耶稣应许是医治 我就为他祷告,祷告之后呢,我就回去了 我隔天就联络他说,诶,你丈夫怎么样,我丈夫出来ICU了 他肯定慢慢过过,难关,然后,呃,呀,就,隔了天就出院了 所以,这是上帝的奇妙的恩典啊,在这个人身上啊,那么派手会,所以我们要不要 昨天我在一百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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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得到一致的一致,所以训练这位朋友,他是住在Johar的 并成人,他已经是搬到Johar住了 然后为这个人的祷告,求神医治他,也求救恩领导他 Amen 我们回到我们来这里,我们的系列的主题 今天要跟你讲,有关于耶稣的米和星星的一个主题 还没跟你分享之前,跟你讲个小货 小强跟美婆一起去录影tamping 大帐篷啊,这些东西 两个人就钻进这个帐篷里面睡觉 睡到半夜,然后小强就摇摇美婆 我咬醒他,并且指着满天的星星 对着美婆说,美婆美婆,你看满天的星星 你有什么感想啊? 美婆看了星星一眼之后,就说 看这个满天的星星,使我感觉到人类真是渺小 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我们生命 造福社会,为世界尽这一分心力吧 然后,他就问小强你呢? 小强登登天上的星星,他说了 你看了那么久,难道你看不出我们的帐篷被人偷走了吗? 听不懂我在讲话吗? 你在注意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你不知道我们的帐篷被人偷走了吗? 意思是说,当我们在很关注在一样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圣经中我们很要紧的东西 我们在做一样很要紧,好像看满天星层 很浪漫很要紧的东西 可是同时我们也失去了,我们圣经中很要紧 所以要懂得 value,那个价值观真的很重要 天上的星星你是做不住的 可是如果你太强调天上的星星的时候呢 你会失去你的帐篷 那个是关系到你的生活,关系到你的安全 那么回到这里我们的题目 耶稣的名与星星 有人这样说 牧师,假如我有很足够的信心 我便可以有效地使用耶稣的名 是不是这样 如果我很有信心 那我应该用耶稣的名 会比较有效力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哪分类妹 不是这样 到底是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不管你的信心 你有信心没有啊 你都可以使用耶稣的名 因为耶稣的名是属于你的 假如你能够好好的去研究圣经 你会发现到耶稣在谈论用祂的名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提到信心和相信的字 除了属于属于属于一切 你还没有做,你将来要做 你才有讲到相信这个字 每一次耶稣说 你可以奉我的名 用我的名的时候 从来没有提到信心 因为使用耶稣的名啊 是你的权利来的 是上帝赐给教会一个福气 是所有上帝的儿女的专利来的 Amen 所以呢 耶稣的名 我们看来 我们耶稣的名属于 耶稣的名是属于每一个出生在上帝的 大家庭的儿女 你是上帝的儿女吗 你是属于大家庭的吗 你可以使用 享用这个名字 第二 我们是受敬于耶稣的名 很多人啊 哎呀 我信耶稣 我信你了 OK了 其实啊 圣经强调的敬礼 不只是那一次的意思 我常常问 兄弟姐妹有一个问题 你 不是我已经啊 我大概两二十年前已经敬礼了 我很好 感谢主你这么早就敬礼了 感谢主 心而受洗了必然得救 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仍然继续的 受敬在耶稣的名字里面 很多人受敬洗礼是一种仪式 受敬洗礼之后的生活 跟受敬这件事情上是不得不破伤等号的 你明白意思吗 他有进行所有宗教教会要求的一个仪式 可是他的生命抹不住这个受洗的果子 所以呢 为什么你可以用耶稣的名字 因为你受敬耶稣的名字 同时呢 你也是继续受敬在这个名字里面 神至于受敬耶稣的本身 第三 耶稣的名受权于耶稣他自己 今天你可以用耶稣的名不是因为牧师跟你讲 或者 或者某某的救命的那个 不道家跟你讲 而是耶稣本身吩咐说 你可以用他的名 而且啦 耶稣做我们的辩论 就是说 每一次你在用耶稣的名字的时候 耶稣就成为我们的代表的lawyer 哦 是合法的 第四 我们就是耶稣的名的大使 ambassador 你是耶稣的大使 往外 万国去传扬这个名字 耶稣 给我们使用的名字 其中一个目的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希望我们成为 这个耶稣的名的使者 大使 去传扬他的名字 阿们 那 我可能再稍微解释一下 你就明白了 我看不到我们需要拥有 拥有特别的信心啊 来使用耶稣的名 因为耶稣的名 我们合法拥有 来大家 跟你的旁边讲 耶稣的名 耶稣的名 你合法拥有 你合法拥有 我给我举个比方啊 举个比方 假如 你的银行户口里面有1000块 是吗 那么你要开一张支票 一百块的支票 你需要很大的信心 去开这张支票 反正你都知道你银行里面有1000块 足够来写一百块的支票 你需要很大的信心吗 不需要的 如果你银行里面有1000块 你却开了2000块的支票 这叫Bochek 对吗 耶稣的名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比喻 你那边有一千块 足够你去还一百块 耶稣的名字有这样的权柄 这样的能力 你要从那边领受医治 领受能力 领受恩典 怜悯 平安 喜乐都在那里 都足够给你的 假如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就是一个这个名字的继承人 来大家讲名字的继承人 名字的继承人 你也是这个产业的共同者 你绝对有这个权利使用耶稣的人 因为 这是因为你的 你有这个位置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你有这个位置在上帝的家 大家人里面 我再举个例子 小孩子 小孩子 小孩子不需要有信心 每当他的父母亲 喂他东西吃的时候 那个孩子会说 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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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可以吃 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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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动 当他的父母亲带他过马路 他会说 等一下 我要看红绿灯车有没有过 有没有了 我才安心走过 小孩子从来不需要有特别的心情 因为他完全相信他的父母亲 小孩子不需要跟他的心情 来依靠父母亲给他人们的爱 假如你硬说 这个是需要有信心的 我会称他为 这叫做无理事的心情 有时候我在想 我们还不如一个小孩子 小孩子能够有足够的安全感 有足够的放心 让他的父母亲给他安排一切的问题 难怪耶稣说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你若不回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子 多么不能进神国 进天国 而且在另一处的经文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不要拦阻这些小孩子 因为天国是他们 有时候我们 问题在哪里 如果我们能够像小孩子 我的脸简单一点 我们需要这种 无意识的信心 毫无添加思索 就是靠我相信 我们就能看到 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问题啊 现在基督徒巨大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问题啊 知道的太多了 明白的也太多了 懂的也太多了 就是依靠的太多了 我们越来教会越久的时候 有一个产生一个危机的时候 我们懂得太多了 明白太多了 也知道太多了 我们是却不愿意 尊心神的过于而止 乖就乖在今年 今年来啊 教会呢 强调门徒训练啊 顺服的教导啦 来控制掌控信徒 让他们不懂得成长 叫他们不懂得如何自己做决定 他们不曉得自己来跟从上帝的带领 他们变成本人来支持他们 这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也实在不理智 这些信徒被捆绑不同的长大 上帝要他的儿女们成长成熟 在灵命上有成长 他希望看到他们能够遵行他的过瘾 不只是听听而已 他希望他们能够在生命中掌权 伟弟妹 生地不希望我们只是来听听 嗯 牧师今天讲得到很好 很疼我所为将军为家 但是圣经说 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不只是听 而且能够活出来 这才对你为 他们接下来看第二 他在跟我讲 神不需要信心 神不需要信心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一二三 彼得想起耶稣的过来 就对他说 拉比请看 你所诅咒的 油花果树已经涂干了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信不神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信心里不宜过 只信他所说的 毕神就给他成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 祈求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 救必得着 阿们 我要告诉你一件 我相信这个经文 对你们 故事陌生 已经有读过 这个经文里面 我要告诉你 这个第一个东西 就是要告诉你 上帝没有用信心 上帝本身不需要信心 如果你读圣经 你用圣经打开 创世纪的第一章 第一页 我们看到第一次 上帝表现在人类的粉末登场给我们的时候呢 第三节座 神要入光 请不住 上帝从来不需要对他所讲的话怀疑 神说要了 光在那里 等一下 我看看有没有 没有 上帝从来不需要这样 然后 上帝也不需要特别为他所讲的话 所说的话 加添什么 这就是我们所信仰的神 阿们 上帝从就业过去以来到现在 他讲过很有把握 他讲 他所讲的每一句话 或者给我们的定水 他必自行 这就是上帝一贯所做的 一贯的作风 就是严他 严处必行 严处必逝 严处必逞 一直到他的独生 儿子来到人世间 他也继承好风 这一点讲评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 被造的 如果你真的相信 如果你真的忠行神的过理 圣经说 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 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 也应该有这样的能力 可是啊 人类在以便别被判 离开上帝之后 人就一直活在不相信和怀疑里面 不能跳出来这状态里面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的一些背景 让你明白 为什么我要强调 上帝不需要信心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也应该有这样的能力 当你是你说的你一句话 或者你宣告的你一样东西 你都能够成就 我们来看看这个火火火树的背景 圣经讲 耶稣远远看见有一个火火火树 树上有火子 就往那里去 或者在树上可以找找什么 到了树下 竟找不到 不过有叶子 因为不是收火火火的时候 许多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 不明白啊 不是借火火火树的机器来的 为什么耶稣这样做 难道耶稣有强迫 正是吗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写信的一个名字 其实啊 耶稣用一步在于赐福树上的名字 也不是没事做 喜欢就祖宗那个树木 这个火火树 他要教导门徒啊 话语的力量 还有宣告的能力 门徒看见我火树 树看之后就很惊讶 告诉耶稣耶稣耶稣 但是耶稣很冷静的告诉门徒说 你们当幸福神 其实耶稣不是对上帝幸福而说的 我们来看看希布莱文的经文 是什么意思啊 耶稣讲一句很重要的话 你们当幸福神 他不是讲说你们要顺福神 这么简单 在希腊原文我们来看一个 OK我们来看 当幸福神的当 希腊文叫做Echo 大家讲Echo Echo的意思是说 要有 拥有 要具备 然后幸福的希腊原文叫Petis 大家讲Petis Petis Petis 是信心坚信 或者信靠 然后最后一个叫做神 神的希腊原文叫Deos 大家讲Deos Deos 就是一切属于神的 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字眼 希腊的字眼 放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整句人原文的意思就是 英文说 Have faith of God 就是说 我们换来中文的意思说 要拥有属神的信心 你明白 你明白为什么上帝说要有光 他从来没有怀疑说 光会不会来啊 光会不会配合我去出现光 从来上帝不会怀疑 上帝也不会去不相信他自己讲的光 今天很多很多 他说 今时今至基督徒 失去原本的能力和力量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相比从初期信耶稣的基督徒 和今天的基督徒 我可以告诉你很明白很清楚的告诉你 基督徒失去他原本的能力和力量 为什么基督徒会失去原本的能力和力量呢 关键在于他们为他们讲的话 你想听 我曾经也是在社会做工 然后也打过工也做过神秘 我常常有一种失落感 就算现在做牧师 我也是有面对很多那些外面的人 他跟我们这一趟义卖会 我遇到很多的小贩啊 他们来我们配合啦 还有一些做生意的啊 那些卖产品的啊 都要进来啊 我们与他有交涉 有时候我有一个很强烈的失落感是因为 我觉得现在的人啊 真的是 他不相信他讲的话 他也不被他说说的话说的人 比如说我们跟那些小贩说 今天我们夜里面啊 我们来开会一下 来了解我们要怎样去排啊 什么之类 我们下午三点开会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 三点半没有来 四点又没有来 四点半又没有来 到六点了 六点 你们在哪里啊 我们on the way on the way也没有来 我们已经快到了 快一个万就到六点半又还没有来 人啊 我会发现到一样东西啊 以前我们中国人啊 讲一诺千金啊 现在你跟人讲一诺千金 那东西批下来 我会常常有的时候我在想啊 如果我这个时代的人 去世之后 在新的 新的 新的时代 人家已经对他所讲的话负责了 你知道为什么你的能力失去吗 基督徒 你的能力失去 因为你不成 你不对你所承诺的负责 如果我们常常试信 我们常常讲一些话 而没有换到的话 摩托会在那里笑 你自己祷告 奉耶稣的名 我命令与听 我可以说 你这句话是真的吗 因为之前你讲的也是这样讲的 是你没有做到 我都不知道你讲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看到没有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耶稣说我们要像上帝那样说话 要像上帝那样指的修道 要有光 神说要有光 就有光 你其实可以对你的环境说话的 知道吗 然后耶稣记得说 为什么让自己讲的或落空呢 神经讲 他若心里不怀疑 大家讲华裔 华裔 很多时候啊 耶稣说 为什么 怎么拦住你 讲的话 都在地上的定位 华裔 在华裔啊 这希腊言文叫做 Diacrino 大家讲Diacrino Diacrino 这言文的意思啊 就是矛盾 拿不定主义 由于 当你讲了一句话的时候 有没有矛盾啊 拿不定主义啊 由于 然后呢 圣经耶稣记说 只信他所说的 必成 大家讲必成 必成 ok 就是说刚才我讲过 你必须要有相信 你自己讲的话 很多人自己讲的话 自己都不相信的 没有把握的 这个必成啊 希腊言文叫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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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发生、是的、有的 这叫必成 你必相信你讲的话是必成的 就是说必成就是相信你讲的话是出现的 存在的、发生的、是的、有的 我再次提醒一下 上帝的特色是什么 信他所言、信他所言、是他所言 这也我可以再给你一个见证 这个是我们的母堂 我们在旁边是尼不安 你有来过也知道吗?旁边是尼不安 然后尼不安这个旁边啊 他撞了一棵树 我问哪树真我不知道 我忘记了 然后他讲什么 人生果 这样我写对的 人生果啊 这人生果啊 人生果树很奇怪 他每次啊 生长啊 长的时候啊 树枝一定要生过来我们教会 好像这人生果树好像要信耶稣这样 他每次都生过来 他生过来不关我的树啦 但是啊 有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你在早期啊 我们教会没有那么多成功 只有我和你牧师 所以 如果教会肮脏谁说 我去烧烧地 我去扫那些树叶 我每天啊 都要打扫这个树叶 因为树叶会落叶 落叶我就要打扫 直到一天我真的被打喊的时候 我就跟着 对着那个树木讲话 牧师有跟树木讲过的 有时候跟树木讲话还会听的 跟人讲话不会听的啊 我跟这个树木讲话说 我奉耶稣的灵 我命令你这个树干生过来的枯干死掉 我就把它不当一堆事了 然后过了不到一根月 然后就人家就指了 哎你有看到这个树啊 很奇怪哦 一边有叶子一边有叶子的枯干的哦 然后我就想起来 原来我曾经做过这棵树 你看到今天你还去干树木 又还是看得到了 一边是有树叶一边是固干的 然后有人这样讲 哎呀牧师那是刚刚好不了 碰巧不了 以前啊我们这个这个我们 外面 parking的地方啊 都是原地来的 我们曾经啊有种一棵红毛丹树 也就是因为我们曾经啊 教会曾经种红毛丹树啊 就导致很多的白蚁 所以我们就要健康白蚁咬很多的 我们不止连不停都咬 要踏下来 我们就把那个红毛丹树砍断之后呢 我们就撒上那个除草剂 然后人家说 那因为你打 你把那个除草剂放在这里 所以就影响这个树木就干掉咯 但是如果说 为什么 如果是没有除草剂 为什么我们这里还能长一棵小树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才是更大的省计啊 所以你要明白你讲的话吗 我并不是要跟你讲 其实你要相信 我不是跟你 我不是教你一个天上夜谭啊 能跟你讲你是神话 你必须要活住 你如果你是生 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女 你必须要活像上帝这样讲过我们的圣诞 我信耶稣不久 大概两年的时候 我将有种一棵叫做 江湖章 我把我江湖叫我活了 啊 sorry 只是那个江湖就得了 然后呢 这个树啊 我们已经种了大概五年 不能生活 不能生活 我邻居各地啊 你知道吗 他们可能很喜欢啊 要生活 所以绑红线啊什么什么 然后就跟我讲说 哎呀你刚刚好你种的这个树啊 是江湖的 公树啊 原来树木也有分公和母的 我就不知道 这些群长啊 那些人都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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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江湖的 别生 那时候我刚刚信耶稣 一年多 然后我就对着 我也是 我也对着那个 这样母长讲话 所以我常常跟树木讲话 我就跟着江湖讲话 我不知道你是公还是母的 我不理你是公还是母的 我奉耶稣的名 我明天你在三个月里面 给我伸出国子来 要不然我就 把你扛掉 好了 然后还很特别很用心啊 在那个树木上 刻圣灵的国子 喜乐和平忍耐 温柔节制 所有的圣灵的国子 刻在那个 名字刻在那个树木上 圣灵国子有多少 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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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粒嘛 所以我就expect他能都生九粒 最少要有九粒啊 真的在三个月里面 他生五年哦 兄弟妹 五年我种这个树 从来没有借国子的哦 如果说刚好碰巧 不可能在五年之后才生国子的哦 人家说他是公的哦 连公都能生孩子哦 真神气啊 我就ok 就生出三粒的 这样 我就很高兴很高兴哦 可是第一颗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被蝙蝠咬掉了 哎呀 第一颗就不见掉了 然后第二粒 我赶快 要手就把它包起来 看不到手我就把它卡下来 然后就 献给我的牧师 因为出手的国子嘛 第一粒给他做好 好之后就不知道啊 哪个 我也忘记 可是 三个月过后 他竟然只生了三粒嘛 我要九粒嘛 至少是他圣经就过去 结果那可是也被我砍下来的 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 你有能力 你可以 如果你上帝的儿女 你可以对着你的环境宣扰 如果你现在活得很不耐烦 很辛苦 你遇到的问题 觉得很难 你在这里环境说话的 耶稣对着他的环境说话 当风浪的时候 他命令风 而 浪 我们接下来看 大家都讲 福一世的信心 福一世的信心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 这个 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 用耶稣的名 不是因为自己有更大的信念 我不要你有错误的观念 我只要我有更大的信心 我才能够用耶稣的名 比较多小 当你用耶稣的 奉耶稣的名的时候 你不需要有太大的信心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 一二三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一致 义人其老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一定要我们 一样一样性情的人 他曾借祷告 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个月 不下在地上 他又祷告 天就将下雨来 地也深处亏 阿们 圣经讲 一人祈祷 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感谢主 圣经没有讲 好人的祈祷 是大有功效的 如果是讲 好人的祈祷 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第一个我就不被奥了 因为我不是好人 感谢主 圣经也没有讲 有道德的人 祈祷 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因为我怎么看 我也不是成一个 很有道德的人 我是从怎么样的 环境出来 你们都知道的 所以我也要 感谢主 圣经讲 义人祈祷 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每次圣经形容 义人 都是讲你的义 或者我的义 或者你做什么 曾经做了一些好事 被称为有义 而是那个拥有神的义 义人 圣经讲义人 每次讲义人 都是那些拥有神的义的人 也就是有主耶稣保险 所买出回来 神所称为你的人 阿们 所以是谁啊 你是义人 我是义人 大家都是义人 跟你看义人 跟你讲你是义人 你是义人 OK 当然圣经讲 上帝不听罪人 罪人的祷告 十篇六十六篇第十八节说 我注重罪孽 神必顾存 如果你有罪 圣经也告诉说 你们要一直认罪 待求 使你们可以得到一致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一致 也是讲 这里的一致 不只是有病不了 一致也包括完全 得以完全 得以释放 OK 所以不只是 如果你有罪 赶快的认罪悔改 直到你能够 听你的祷告 是有能力 有力量 所以 跟信心没有关系 义人 而且呢 圣经啊 雅各书啊 雅各课别 你用了一个人 大家讲以利亚 以利亚 我们知道以利亚在就业里面 是一个伟大的先知 是所有先知的代表 我只 当我们讲到以利亚 我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以利亚 通全绝后 因为上帝用以利亚 教语 教语 不降下来 三年零六个月 然后三年零六个月之后 又祷告 以利亚下来 上帝也用以利亚 教语 从天降下火来 烧掉所有的祭物 所以他是烈火先知 被称为烈火的 The prophet of fire 从 过了以利亚之后 上帝再没有用其他的先知 做这样的神迹 所以他是通全结婚的 可是 以雅各提醒我们 带领我们 看这样东西 他没有说先知 祷告所发的那样 虽然他用以用的是一个人 他引诱的人 是一位先知 他刚刚我们看到 不是因为先知 祷告才有明亮 而且圣经这里 马上就告诉他 以利亚 以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以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所有主用保险买回来的人 无论他们的属灵自分是什么 都是大有功效的 所以我们不能因着太过依赖别人祷告 所以我鼓励 宗谍令你们可以祷告 不用等牧师来的 如果遇到一个情况 有人病 赶快为他祷告 你可以用这个名字 封耶稣的名叫那个人 逃出来 如果那个人有问题 你可以为他祷告 不用等牧师来 等牧师来 已经开始了 在此 雅各特别引证就业先知 以利亚祷告 证明一人祷告功效的伟大 但请注意的是 雅各并没有强调以利亚的祷告 所以能发生这样的功效 因为他是一个神中用的古人的引误 环岛的特别使出 这位被神中用的人 行大神迹的以利亚 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以利亚所能的我们也能 他在讲 以利亚所能的我们也能 神也 神 并未给以利亚 特别优越的条件 叫他祷告所发生的功效 远远超过我们能及的 所以 我们 所以不能拥有 以利亚祷告那样活跳 问题 也都在我们自己身上 以利亚的神 还是我们的神 阿们 但这个神 这个神的我们 却不如神的以利亚 明白意思吗 我再试试 以利亚的神是我们的神 阿们 但是啊 神的这个我们 真不容易 以利亚是怎么样 如果你读圣经 我稍微解释一下 他的背景 上帝叫他祷告三年零六个月 不下雨 然后祷告下雨 还没有下雨之前 他就召集所有巴黎的先知 一起来 open challenge 公开对决 说如果巴黎的神那么厉害 如果我们就全体来侍奉巴黎吧 如果耶和佛是一个火的神 你们全部都要来敬拜神 祷告三年零六个月 到最后呢 以利亚成功了 把火降下来 把火烧好之后呢 他把巴黎的四八 四百五十个先知都 把他杀掉了之后呢 皇后也听了很生气 很生气之后呢 就要杀他 结果以利亚为他的生命而逃亡 逃到旷野去 逃到旷野去 逃到旷野的第一件事情 他做什么 他做一个很很 gicken的事情 很gable的事情 怎样讲呢 他跟上帝 上帝啊你看 我为你做那么伟大的事情 没有人相信你 围住我一个人 你把我杀掉吧 这叫什么 这叫下烧 下生肥 如果耶利亚真的想死了 他不用这样做 这样打巴 这叫死 这叫假惺惺 这叫 呃 我不知道当心有吗 我记得有两个字 总之他 他很假的 对啊 因为如果他真的很想死啊 只要站住 不动 王后也许也能够完成他事情 就把他杀掉了 其实他不想死 他就是在上帝里面前说 在上帝里面前说 我伟大 上帝你看我会做那么多事情 没有人感谢我 没有人争战我 你要做得很不卖烦 我做得不高兴 你要不要看到我做的事情 上帝有没有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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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反而努力他 上帝要坚强他的心情 耶利亚是这么样的一个先知哦 虽然他做那么伟大的神迹 他是这么样一个人哦 很情绪活的主持人 跟我们性情一样的人 我们来看一些的言文 你可能就明白了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 在一人所发的力量 这希腊言文叫EQOS 大来讲EQOS 这意思是说强健有力 有能力 有能力胜过 有帮助的 然后我们再看下去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他有功效的 功效的 希腊言文叫Energeo 大家讲Energeo Energeo Energeo是说有作用的 有影响的 显示某人是能够起作用的 耶利亚 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性情在希腊言文叫Energeo 大家讲Energeo 就是说普通的一个人 普通的一个 任何一个人 然后 关键 关键来了 关键来了 以后你要看你的 以后你的宣告 你的祷告 你的祷告有佛效 OK 我们来看 他肯切祷告 用一个祷告 来祷告 听好啊 他用一个祷告 来祷告 大家讲用一个祷告 来祷告 用一个祷告 用一个祷告 你说牧师 什么意思什么 用一个祷告来祷告 反正来了 以利亚的心情 是跟我们一模一样心情的 可是他不一样地方 他坚持他的祷告 你可能今天 有些人祷告不明确的 主啊 我要红色的跑车 啊 不要了 明天他祷告又不一样 啊 我开始跳黄色 啊 再大到天啊 可能跳低色 他祷告 分 分 不同的时候 他的需求又不一样 他不明确 他也很不肯定 简短句话说呢 他三心两意的祷告 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可是他的祷告是用一个祷告来祷告 从来没有改变他的祷告 看到没有 所以你要看到你的祷告生活 你要看到你的宣告的力量 或者你的话语的力量 你必须很坚持 很坚持 以利亚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他祷告信仰各注意的事 并不是他以利亚特殊的先知恩赐 或者他在历史上独特的地位 而是他以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他祷告却大有功效的事实 这种的祷告力量 是任何真诚追随主的人都可以得到的 不只是给特别少数的 我还有接管这个新港教练之前 我记得在2006年吧 是吗?2006 Either 2001还是2007 我忘记了 我有一次去美湖 你们还记得吗? 你们有过去吗? 美湖布道会的时候 没有需要 你们还没有来啊 还没有出现啊 你们还没有出现在这里啊 我曾经来帮助过 我们有一天的布道会 在美湖那天 然后 那时候两次还有在 然后整班的人 我们大概带了十多个人 过去美湖那边找不到 然后 那一天也有四个人 是耶稣感谢主 然后 可是我们 因为他是很班族嘛 美湖 然后美湖那边 很多人都在班族 然后 那时候我们再聚会一班啊 下很大很大的雨 很大的雨 然后你知道那些 班族啊 你影响又不好啊 你又买啊 几乎也听不到 下很大的雨啊 那个雨声啊 很大 盖过那个人讲话的时候 然后啊 聚会在一半 我就 拉着 我就是要见证 我可以走到 我可以走到 屋子的里面 去里面 然后去宣告就可以了 所以我带几个彼此过去 我故意带几个 我带阿弓啊 还有谁啊 我忘记了 他是吉祥 带阿弓的吉祥过去 去里面 然后我说 来 你看啊 做我的见证人啊 我风也和明 我命这雨停不上 如果 我讲这句话之后呢 他是慢慢 半个小时 或者四五分钟之后 这雨慢慢下 慢慢停 这叫自然的事情 可是我在宣告的时候 不到两分钟 马上 他从大雨停 想要 off去 然后他们就说 喂 为什么你会转得到呢 我说 其实 是有缘故的 你看 我不是随便啊 普通日子像 我也随便讲 寒语听 不是这样的 很多人啊 要desting desting错 我没有想 我没有怀疑 我的水道 我每一次 如果在做神的工作 如果神的工作被拦住 我一定有这个权柄 我一定知道 我在讲 我随便的事情 上帝一定 因为区位一半 雨那么大 雨声那么大 盖掉人家讲见证 盖掉人家传福音 人家都听不到 人家怎么样 信耶稣 我就带两个力童 走去后面 我说你们来做见证 我就带 我就这样宣告 两分钟离路 desting 一点几都没有 直到我们聚会完后 我们去采释 吃海鲜 那个好友的 好友的 不知道总之是那边地方 就是去吃海鲜 之后回到家才下雨 我要跟你讲什么 那时候 我还没有全身做牧师 不是因为你 我是牧师 或者我特别素上有很高 只是 我告诉你 其实我跟你们没有什么 我也是 也有 情绪的时候 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 也有失落的时候 但是我知道我真 这二十三年的信耶稣 有一样 身上有这样的东西 跟一般的基督 不一样 就说 我对上帝的怀疑 一定怀疑懂 我这些年来 我每次读圣经 哇 这个耶稣做的事情 哇太美妙了 哇太好了 耶稣啊 给我这个机会 给我这个opportunity 去经验这样的机会 耶稣跟书讲话 我也要不要写 跟书讲话 耶稣跟海讲话 我也写跟海讲话 有没有火烧不要紧 耶稣医治病人 没关系 我去医院去找病人 结果死掉五个 我还是继续做 我跟别人不一样 不一样的是 不是因为我特别大的心情 而是我完全相信神的 神的坏事 我们追过的一套 神说能 神说我们能 我就没怀疑不能 人家讲我不能 医生讲我不能 无所谓 上帝所能 我就知道 阿们 所以 你需要大信心吗 耶稣还讲一句话 我最后补充一句话 耶稣还讲最后一句话 耶稣没有讲最后一句话 耶稣讲另外一句话 说 如果你的心能够像 戒菜种 那麽 的心情 你能叫这三 挪移 这三比较近 你要戒菜种 我如果有能够的话 下一次我就把他的照片带出来 戒菜种 你要放 要放大茎 放一百倍才能弹到 好像绿豆这样大 所以戒菜种是很小 很小放在显微茎里面 要放一百倍大 才能弹到 好像绿豆这样大 可是 圣经讲 这个戒菜种 如果是栽种的时候 它是所有菜里面 最大颗的菜 这就是心情的灵状 上帝知道我们 都是符合的 上帝都知道 我们是一个有心情的人 所以等 要等到你们有心情大之后 一年都要有一次 所以你不需要 信心大 来用意识的给他们 你只要相信 相信 相信你所讲的话 当你讲的时候 不要有意诺 圣经讲 然后 你要像以亚这样 用一个祷告来祷告 不要两个三个 人家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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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意识的 圣经最后讲一句话 什么 哦 没有 这一遍 我读给你听 在雅各书 同样雅各书说什么 雅各书说一句话 雅各书说一句话 有一个人这样祷告 有一个人这样祷告 很多人这样祷告 其实是 主我岂难告诉你我要什么 你知道我什么都不要 只要你要的 你要给我的 我才想要 我只想遵行你的旨意 任何事你想我要 都是我想要的 你若愿意让我得着 你想要我得着的 我就得着 你的想法便是我的想法 只要你想要的 照你的旨意 我都想要 请问 这样祷告属灵吗 请问 你认为这样祷告 上帝会随定吗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这样祷告 啊 那会吧 那会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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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的 不要浪费时间啊 我才能说 你不要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你不要浪费上自己的时间 你不懂是这样的 因为圣经讲的 圣经讲的 圣经讲的 这样的人 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 心怀良意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没有定见 阿们 所以 结论 我们需要走信心呢 当然你也有信心是好的 信心对 听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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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业额 信心大 对上帝一点帮助了没有 听了吗 上帝不需要你特别大信心 才能够归你来做什么 信心大是对谁好 对你自己好 使到你更明确 更清晰的 更清楚的 上帝能够给我 你对上帝的 上帝的报名 信心大 对上帝没有帮助 上帝也没有说 因为你特别 你信任他 他就特别爱 没有 上帝爱世人神 所以 上帝没有说 上帝爱有信心的人 所有的 不是上帝爱有信心的人 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 Amen 所以 OK 结束 耶稣的美 以信心 刚才讲 神不需要信心 神不需要信心 第二 无意识的信心 无意识的信心 也就是说我们不用刻意的 而自然的 你想要的 你想 跟上帝求的 自然 想 我常讲 如果你是 就好像 阿神的女儿 他不用回到家 他问 爸爸 我可以做Soft Fun吗 都笑我 都在外面 我跟他说 坐啦 爸爸 我可以打开你的冰箱 进水课吗 诶 就是他 因为 这所有 不成的 我们天上的爸爸 有时候 爸爸 我们可以这样吗 因为我们 没有信心 因为我们 不相信 因为我们 我们 不相信 我们 自己的想法 让你们做个脑袋 我们来 敬拜